上禮拜表演完在台中 然后我就自己留在台中一天 我就是特地去中心大学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念中心大学 我就特地回去我们最以前 为什么我们会叫929 就是因为在学府路前面有一间撞球间 叫做929 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练团 都是在那个撞球间里面练团 练什么 练手指 就是打电动的时候 你操作滑鼠 你看滑鼠多么的灵活 应用在吉他上也是一样的 然后打撞球 架杆 各种指形 换到左手 好 左手也是特别的灵活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假借练团之名 都待在929撞球间 没有没有练唱歌 就是要丹田讲话 对我才听得到 小心手榴弹 共业团之 是是是 大概是这样 所以就很怀念那一个地方啊 大学的时候都混在那边 我那一上礼拜我就有跑去那边看 结果我又寄给他们照片 因为那边已经不叫929了 现在改叫维纳斯休闲馆 好功夫喔 好功夫喔 再过几年就有一个团 然后 谁知道 我们一起在中心 都在一间叫维纳斯 以后如果有看到那个中心大学群的团 赶快问一下他 所以这个夏天其实就是我们的大学生活的一个总结这样 然后那时候黄界大学的兴趣是谈恋爱 所以我接下来就唱一首我的情歌代表作 圆圈圈 谢谢 整个世界好像就快要毁灭 聽著的時間像電影畫面 重重的思念偷偷捲成一個圓 我們在上面繞圈圈 你在電話那頭不言言不語 我這邊悄悄下著冒冒雨 寂寞的城市裡找不到真感情 只好天天等著收音機 你會唱 可不可以再回頭 可不可以再一次的擁有 如果想定決心大聲說愛你 會有怎樣的奇蹟 可不可以再回頭 可不可以再一次的擁有 你忍不住哭了我 卻還是折磨 望著黑黑的天空 我的臉 你的手 很快 我會再來 嘗嘗 我會想到你 你找到你 在我身上 我會想到你 你找到你 我會想到你 你問我 你會想到你 在電話碼頭 無言也無語 往這邊敲敲下著冒冒雨 寂寞的城市裡找不到最熱情 只好天天跟著手一起 可不可以再回頭 可不可以再一次的擁有 如果下一決心大聲說愛你 會有怎樣的奇跡 可不可以再回頭 可不可以再一次的感受 你忍不住哭了 而我卻還是沈默 望著黑黑的天空 謝謝大家